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盟的平均接种数量仅为9.2% 全国都在向政府机关以及家庭医生处运送疫苗 以满足未已经登记的人们接种疫苗 其中包括国药疫苗 阿斯利康疫苗以及莫多纳疫苗 在各家疫苗接种点以及家庭医生处 从早上起就已经开始了接种 在行动小组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疫苗接种库工作组负责人表示 老年人将继续享有优先接种的权利 到目前为止 在已经登记的180万名老年人中 超过一半的人都接种了疫苗 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三到四个星期内 对老年人进行疫苗接种是最紧迫的任务 现有的疫苗将优先给老年人接种 根据观点研究所最新的数据显示 宣安利有意愿接种疫苗的人数正在不断上升 超过三分之二的宣安利居民将计划接种疫苗 该研究所负责人马耶兹奥古斯丁 在宣安利电视一套这样表述 宣安利依旧是欧盟疫苗接种排名第二的国家 尤其是在已经为两种新的疫苗 给予了临床许可之后 由此血压力在中欧就会走上一条特殊的道路 并且这种道路是非常成功的 欧尔班维克多于周二上午 与工商会的代表进行了会谈 总理与经济参与者举行了会议 讨论关于重新开放的经济建议和观点 欧尔班维克多承诺 政府将于明日就工商会给出的提案进行协商 我们接受了工商会提出的有关合理化 和更谨慎限制的几项提议 他们要求限制的依据是商店的规模 而不是全面关闭商店 并且还建议了适用于购物中心的单独规定 此外他们还就重新开放服务所需的特定限制 提出了建议 政府将于周三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直到周五第四次全国无偿卸血活动 在30多个地方进行 该倡议的目的是大流行期间 也需要提高人们对卸血可以挽救生命的认识 现在确保持续的血液供应尤为重要 自2019年以来 参加该行动的自愿卸血者数量增加了10%以上 预计今年薛压力的全国各个城市 还将有一千多名血血者参与血血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薛压力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佩戴口罩保护鼻子 谢谢您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